各位朋友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委内瑞拉的革命 现在一场革命正在进行当中 这对所有中国的民主派的支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这场革命已经进入了决胜阶段 1月23号反对派的理秀瓜伊多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那么一下子就把整个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什么呢?因为天日二日国无二除 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总统,必须要有一个下台 所以现在双方是剑趴弩张 现在已经进入决战的状态,离死我活的状态 当然这是政治战的离死我活,不是军事战争的 所以说并不见得意味着人生消灭 但是在政治上一定只有一个人胜出 这是已经肯定的了 那么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什么呢?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民众的支持 民心决定政权最后落到谁家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最基础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国际支持 现在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当中 任何国家的他们的支持 最后会通过民意,会通过这个国家的军队的军心 最后表现出来对政权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对反对派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所以国际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军行 这是最后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革命就是双方的一个政治对决,反对派和 就政权的政治对决,那么军队这是站在中间的一个角色 这是最后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双方都想把军队最后拉到自己的一边 反军队如果是宣布中立,那么反对派在民意占优势的情况下 反对派就赢,如果军队宣布完全的支持政权 那么双方要不是进入一个拉锯战的,持久战的一个状态 要不就是军队帮助政府强力镇压这个反对派 反对派就会输掉一次政治战争 那么现在总体的局势对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是有利的 首先是因为民众绝大部分是支持反对派的 因为这个政权在过去的那六七年执政当中 表现实在是太差了 把委内瑞拉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 一个拉丁美洲几乎是最富裕的一个国家 人均收入是一万六千多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现在拉到一个赤贫的阶段 一个赤贫的状态 这个食不果腹的状态 这个是老百姓只要他智商 还有基本的普通的智商就能够知道 政府一定是出了问题 要不就是无能,要不就是贪污腐败 或者是两者将而有之 那么现在委内瑞拉百分之七八十的民众 是对这个政府不满的 所以民意是站在反对派的一边的 绝大多数的民意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 第二个呢是国际上的支持 双方都有一些国家在支持 但是呢反对派得到的支持更多更强 这个支持反对派的国家更多更强 现在美国加拿大 还有这个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 包括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这个巴西阿根廷现在都是支持反对派的 很快就认可了这个临时总统 还有几个国家 这个在支持过去的这个旧政权的 比如说像俄罗斯啊 伊朗啊 中国这都是一些流氓政权 大家都知道的啊 还有古巴 那么在拉丁美洲呢 还有一两个这个左派 极左派执政的这种小国家 像玻里尾亚和尼加拉瓜 他们是支持这个马杜罗政权的 但是总体来看 世界上的那些政治军事经济大国 现在基本上都是支持反对派政权的 所以说这个国际局势对反对派也有利 现在呢 军事这个上面呢 在军事方面的这些力量啊 这个委内瑞拉的军事力量 支持马杜罗政权的 现在啊 稍微多一点点 在24号 国防部长带着几个将军 大概五六个将军 军方的高层宣布啊 是支持马杜罗政权 但是这不是最后的一个表态 大家要知道 在一场革命这个政治环境啊 迅速变化的一个状态当中 军队啊 它是很容易啊 这个把自己过去的表态啊 完全推翻的 更何况 这不是所有军事将领的表态 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 军队的规模是十二三万左右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至少有 至少有啊 三十位将军 那么只有五六个人出来表态 所以说这不是全部能代表全部 所以反对派还有大有运作的空间 总体来讲 这个机会啊 是对反对派有利的 但是最后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最后能不能够啊 把这么多的潜力转化为政治实力 运用这种实力啊 击垮对手 这个还要看反对派他们的政治技巧 他们的战略战术是不是运用得当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反对派的表现呢 是非常差的 是不及格的 有很多方面做错了 很多方面做得不到位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来一一评点一下 从哪几个重要的方面呢 反对派没做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谈一谈 他应当怎么做 这对我们呢 今后的革命呢 中国的革命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么第一点呢 反对派没做好的 就是1月23号 他们呢 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会之后 他们马上就散掉了 这是绝对不应当发生的 一个政治集会举行了之后 在这样这个重大的场合 你已经宣布了 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 已经拉开了决战的序幕之后 你不能让这个人群散去的 就像军队打仗一样 你不能说打过一仗了 大家都各自回家 老婆还是热炕头 那是一定要输掉这场战争的 那么怎么办呢 政治战争也是跟军事战争一样 虽然纪律不可能那么严明 但是你一定要保存自己的这个基本盘 自己的这个基础的队伍 你一定不能够散 人聚起来了 就不能够让它散了 那不能够散怎么办呢 要占领一些重要的地方 让那些地方作为自己的政治基地 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也作为自己的最坚固的阵地 那么在委内瑞拉的这个革命当中 哪些地方值得占领的呢 有几个 第一个国会 反对派的这些领袖啊 大部分都是国会议员 在国会当中他们是占优势的 那么这个时候号召成千上万的几十万的民众 去占领国会 包围国会 保护国会 这个时候国会 国会大厦就成为了这个政治反对的中心 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象征 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对全国的老百姓 对全国的军队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 这种政治意义的 反对派没有去做 那么还有第二个地方呢 可以占领的 那就是具有政治意义的那种啊 广场兵家必争之地 占领那个广场就说明了 我们反对派是存在的 我们反对派呀 是不会善的 我们反对派呀 是要不断地向你们进攻的 大家一起来啊 加入我们这个反对派 那第三个需要占领的地方 就是电视台 电台 电台电视台 它是一个宣传的工具 占领了这些之后 最有利于呀 这个反对派的领袖和反对派的 各个重要的人物啊 他们不断地向外界发消息 不断地向外界发出呼吁和号召 不断地向民众和军队喊话 非常重要的一些地点 他们都没有占领 那么这场革命呢 下面就有一点不太好进行了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重要的错误啊 他们就是没有乘胜的进攻 一场革命反对派 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进攻的态势 让旧政权那始终处于一个首饰 而且在这个进攻当中 你们的这个攻势要一波比一波的 这种猛烈 让对方阵营的人呢感觉到 哎呀已经抵不住了 他们越来越强大了 这个进攻啊 不是指武力上的进攻 是指政治上的进攻 就是让他们看见我们支持我们的人 民众越来越多 支持我们的这个国际社会的人越来越多 支持我们这个军 支持我们的军队 支持我们的军人越来越多 让对方阵营的人感觉到没有希望了 没有前途了 让他们的军心动摇了 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胜利 一次又一次的集会 就是每一次集会啊 又比以前的集会啊 规模要大 每一次集会 我们所占领的地区啊 要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运动啊 才有可能有这种声势 一直保持攻势 一直保持进攻的态势 我们最后才能够赢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个错误呢 就是这个你宣布反对派宣布成立这个担任临时总统了之后 没有成立相应的机构来执行相应的功能 据说现在这个瓜伊多啊 现在正在组建一个这个临时政府的这个内阁的班子 这是绝对错误的一条 绝对不能够啊 去把内阁里面的那些部长 那些重要的席位啊 都让一些人来填满 填满了之后 那么对还没有加入这个阵营的那些政治人物 他们对你呀就死了心了 就没有期待了 他就不会来加入了 对方阵营的人都抱成一团了 那么我们打击他们的这个 这个可能性呢 我们打击他们的力度就减小了 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够进行的 那么要成立什么样的机构呢 要成立一些机构 解决民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的 要接管了现在在这个革命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部门的 那么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食品供应的机构 所以一定要成立一个食品供应委员会 因为现在大家都处于一个这个混乱的状态 大家本来肚子就吃不饱 那么局势一乱 粮食供给不够 更多的人呢就会挨饿 在这种情况下 反对派如果成立一个食品供应委员会 然后呢 跟那些已经认可他们的那些国家来进行谈判 用委内瑞大的石油跟他们换粮食 即使是现在不能够交给你们 现在这个真正的石油和这个现金 但是呢 因为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个政权 这个政权呢 它是有信用的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信用来先向这些国家借粮食 一旦这个支持反对派政权的这些国家 他们答应了给粮食 那么就让委内瑞大的民众知道 跟着这个反对派政府来走 我们呢 至少是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温饱问题 现在支持反对派政权的几个国家 都是产粮的大国 像加拿大美国 巴西阿根廷 对这几个国家来说 供给委内瑞拉国民 两千多万国民 一年的粮食 加起来也就是几十亿美金 这是不费摧毁之力就可以解决的 而且我相信呢 这些国家一定会提供这样的帮助 那么一旦有这样的帮助 这个反对派政权呢 就已经占领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阵地 就已经赢得了民心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一个机构 就是要解决治安问题的一个机构 在这场革命爆发之前 维内瑞拉的这个治安呢 就已经非常的差了 因为很多人呢 他连饭都吃不起了 那么那些道德感比较差的人 那就浓为抢劫犯的浓为小偷了 所以说治安差 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个差的原因 就是因为经济太差了 就是因为经济差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政府太无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反对派就可以号召 这些老百姓自发的来建立 这个社区的各个地区 各个社区的民众自治的治安机构 那么所有的这些 这个治安委员会呀 把形成一个整体之后 那这就是反对派的政治地盘 这也是反对派的民众啊 组织的一种形式 而且这么一做啊 把对方的这个政治势力啊 就给侵蚀掉了 把对方的警察的这个地盘呢 就给侵蚀掉了 让警察就无用武之地了 这个不是一举两得吗 所以说啊 在这方面啊 现在反对派呀 还完全没有作为 那第四个反对派没有做好的 就是啊 这个总统啊 临时总统 他在就任了之后啊 就不露面了 不露面了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你一个军队的首领啊 一个政治战争的 这个军队的首领 你现在呀 你一定要任何时候啊 都要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一定要不断的 这个面向公众 给他们呢 这个鼓舞他们的士气 一定要面向你的敌人 一定要不停的 向他们喊话 来挖解他们的军心 你这个时候 是整场革命的 一个中流砥柱 你不能让自己啊 变成一个暗交 让大家都在琢磨 哎呀 你今天在哪里 躲在哪里去了 这样的话 整个民众就对反对派 失去了信心 同时呢 他们也没有得到啊 你及时的这种指导 你不能够啊 一天都不能够啊 这个缺席 一个小时都不能够缺席 要不停的向民众发出啊 呼吁 向他们发出号召 给他们发出行动的指令 让整个国家的反对派 在你的指挥下 统一的行动 这才是领袖人物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说啊 现在政府这个马杜罗政权呢 可能要对他进行暗杀 或者是逮捕 一个领袖人物到了这个阶段 到了一个决胜的阶段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啊 要置之度外 只有你这个不怕死的人 你最后才有求生的可能性 一怕死 那么你最后啊 真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下半辈子都有可能啊 在这个监狱当中度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啊 彻底的 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有这种勇气 你才是啊 一个这个才达到一个革命家的 最底线的要求 干大事不能够爱惜生命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 他如果这意思呢 这个反对派不是群龙无首了吗 不会 非常简单的 只要把接班人的序列安排好 一个人死了 要让这个人的死亡啊 要变成整个政治阵营的 一个政治遗产 而自己对这个领袖人物来讲 他的死亡 如果是能够变成 一个政治阵营的遗产 那么他就是一个 名流亲屎的人物 大家想一想 菲律宾的86年的那场革命当中 是怎么爆发起来 革命怎么爆发的 就是因为他的领袖 阿基诺 他被枪杀了 被暗杀了 激起了整个反对派的 整个国家民众的 对这个旧政权的厌恶 一下子革命就爆发了 那个时候啊 菲律宾的反对派本身还没有准备好 一个接班人 他们到处找 最后找到克拉松阿基诺的寡妇 这个阿基诺的寡妇 克拉松 让他来担任这个领袖 结果最后啊 在所有这些反对派的这些领导群体的支持下 他干的还真是不错 最后就把这个马克思 独裁者马克思给推翻了 那么这样的这个克拉松这样的领袖 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人物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克拉松啊 他在回国的路上啊 他在这个飞机上面 他一群记者问他说 把你杀了怎么办呢 他说我这 我也是做好这个准备的了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掉的了 但是我觉得为菲律宾牺牲 那是值得的 这样的人物才是领袖人物 而不是像啊 这个瓜伊多 这种啊 这种小白脸 这种软蛋 在这个时候居然躲起来了 居然呢 派了三个代表 到那个一个什么人权机构 去跟他们讲 说是现在这些国家呀 这个美洲这些国家要 对瓜伊多啊 和他的家人呢 要提供最重要的保护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不是保护一个人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让一个 这个政治运动 让一场革命啊 能够持续下去 最后取胜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那第四个 第五个 第五个啊 这个错误 是他居然呢 躲起来了 还不说 居然呢 也不怎么发声音了 这怎么行呢 你即使是躲起来了 真正的 害怕躲起来了 但是现在呀 你可以不停的 运用音频 运用视频 运用文字 向外界发出你的声音啊 你要让整个 这个反对派的阵营啊 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在想什么 你希望他们怎么做 你要指挥整场的运动 这个瓜伊多躲起来之后啊 就发出过两段 小的谈话 第一段呢 是感谢美国对他的支持 美国需要你感谢吗 美国他支持你 是因为他在价值上 认同民主 他支持你 是因为他的国家利益 是需要委内瑞拉 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这是美国的过去几十年的 总体战略 要把全世界民主化 推进全世界的民主 这是他们的战略 那不需要你去 这个感谢他们 那第二个 他的这个 讲话呀 就是要敦促马 马杜罗啊 要下台 说下台了之后啊 我还可以给你提供特色 这更是不必要 在这种场合 你对他一个人喊话 那是没有用的 他 马杜罗 他也是啊 要跟你这个决议使战的 他最后失败了之后 他一定不会在 委内瑞拉呆着 他一定会啊 找到俄罗斯啊 这样的国家啊 去政治 进行政治避难 甚至是 如果是美国 有可能的话 也可以跟他提供政治避难 但是他绝对不会在 委内瑞拉呆着 那你这个时候 喊话的对象啊 应当是老百姓 应当是政府的官员 应当是军队的官兵 而不是啊 美国也不是马杜罗 这个就基本搞错了 这个人呢 真是 这个小青年 正是在革命当这行当啊 真是不行 那么 还有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他没做好的 就是街头造势 实际上革命呢 就是政治战 就是宣传战 就是心理战 造势非常重要 老百姓一上街了 要表达民意 表达了民意之后 还要让这个民意啊 不断的发酵 不断的扩展 让更多的人来加入 扣什么啊 扣的就是啊 街头造势啊 这一场这个革命当中啊 我们就看不见 像样的造势 在1月23号 虽然呢 人群一下子就聚集起来了 这就是表示啊 民意基础是有的 整个的潜力是有的 但是聚集起来了之后 我们既没有看见啊 这个大幅的标语 口号 也没有听不见啊 这个响声正天的口号 更没有其他的 这些政治象征符号 所以说啊 这场革命 它这个造势 是非常不成功的 大家都知道啊 颜色革命这个词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是从啊 这个过去 这个革命爆发的 这些国家 他们造势的方法来的 在菲律宾呢 第八六年的革命当中啊 它叫做黄色革命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参与者 很多人都是穿着黄色的衬衫 戴着黄色的帽子 拿着黄色的这个手绢 去纪念那个被杀死的阿基洛 这就是黄色革命的这个来历 后来呢 又有什么橙色革命呢 又有什么紫色革命 所有的这些啊 都是因为啊 他们在这场革命当中 大家需要造势 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颜色 来代表这整个的阵营呢 他们是 参与者啊 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 这就是像这个战争当中啊 军队都要穿制服一样 我们这个政治战争当中啊 参与者啊 这个政治战争的民众也要用这样一种方法 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让我们呢 有一个制服 这就是啊 统一的颜色 我们在这委内瑞拉的革命当中也没有看见 在2011年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当中 这个在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当中 大家都看得见了啊 那次革命参与者啊 他们编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啊 口号啊 这个顺口溜啊 非常的多 在全国啊 到处传扬 这对打击对方的这个士气啊 对挖解这个独裁政权的这个合法性 这是非常有效的 而我们在委内瑞拉的革命当中啊 就几乎就看不见 就听见了 瓜伊多一个人呱啦呱啦在那讲了几十分钟 说了一些大而不当的话 所以说这场革命在宣传造势上面 是完全完全的 是失败的 那么到底应当怎么样讲呢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说了 下一次我们来再讲 街头革命造势的八种方法和三个原则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